我很擔心國安問題 我又很怕黑 走吧, 走吧, 腳也斷了 先進一道集 我明白大家有意見 但給我一點時間吧, 好嗎? 你聽我說, 聽我說 你快點給我做一頓集 不要緊, 最緊要 行, 全部給我安靜 主持得一到二, 怎麼聽得到這麼多意見 每人一份, 填滿它 我們是個法團組織 不是你一句我一句 點個頭拍, 肩膀就落到決定 有既定程序, 有意見就填表 除了派去每個單位的信箱之外 下一次會議的會議通知和議程 我已經跟足了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 在開會之前的二十一天 將貼在大堂, 無法亂加議程 還有, 如果要委任代表 要填委任代表文書和相關表格 交委任代表文書和相關表格的截止時間 送交方法和地點 開啟委任代表文書收集箱的時間和地點 我寫在會議通知上 最好避免有第三者 將委任代表文書過手 免得被人改了也不知道有什麼事 在限期之前, 直接送交給我這個秘書 或者交到大堂的收集箱都可以 記得要交正本 自己交之前, 應印定份副本都可以 有不明白嗎? 我去喝茶了 我去喝茶了 阿兒, 其實… 主席, 你想掌握我快手嗎? 你不用抬舉我 我當天決定加入管理委員會 都是因為拜服主席你 謝謝你 但我想多聽街坊的意見 人與人交流, 面對面比較有溫度 就是說, 你聰明不切, 自作聰明 真好過你 經常戴著耳機, 想扮演嗎? 拜託, 多少歲? 你這一代人是這樣的 放到少許東西, 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 其實最蠢的就是你們 救你那代人過份? 上曬岸, 愛你不理 大廈也有你的份 好了…大家冷靜點 別說分什麼世代了 大家都是為了大廈出力的 大家的心都是一樣 阿叔, 懂什麼? 你真是鬼婆婆 之前豬女說七樓私座住了一個鬼婆婆 她又經常伸手出來 把小朋友放進去那裡吃 阿兒, 你已經二十多歲了 豬女一個小學生說的話 你也很相信嗎? 不是, 是真的 我剛才看到她的手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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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三、三 我還聽到她的叫 糟了, 這次我死定了, 一定死定了 阿兒, 那不如你今晚來這裡吃飯 當定下經吧 好 阿兒, 你過門還是客人 哪有需要幫忙的 不行 你對我有恩 阿媽說過, 得人恩過千年記 況且我在香港沒有人沒有物 你和陳先生陪我已經很好 那些是什麼? 我老爺的信 我老爺的信 他老人家年紀大, 眼淫好, 手又震旺 政府部門, 銀行信, 很多文件 格子又小, 行他又窄 也不知道我老爺怎麼看和怎麼填 所以這些全都是我老公 幫忙做的 我老爺的 看見少許東西, 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 其實最笨就是你們 你們 等等…大家不要走 聽我說 我知道上次叫大家填表是強人所難 這次讓我補鑊, 我真心想幫大家 這次我已經改了這些字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還有這個 我剛才掛在大堂公告欄旁邊 至於要主席他坐定定 聽我們這麼多人的意見 真的有點難 小辣椒, 我們老了 你叫我們寫字 真的有點難度 我知道… 之前是我忽略了大家的感受 不過我已經想了解決方法 科技可以幫到我們 你們每個人都有電話 其實對著麥克風 程式就會自動把它變成字 還傳到法團的電郵 我們就看到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們一起試試 這樣吧 看 可以了 我也是想教鬼婆婆 我只是用代表文書 不會有事的 就是要叫做人 幫忙 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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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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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是姓偽 不是姓鬼 外面的牌 就脫了一半 還沒修理 婆婆 你想修理 你知不知道我們換了新一家業主立案發團主席 我也有看大廈的通告 不過 我身體又不好 很難去到開會 如果親身去不到 可以委任代表 我們大廈有很多老人家 都跟鬼 老婆婆你有相同的情況 我也有建議他們可以委任一個代表 去幫忙出席會議 是嗎 那 我可以找我兒子代表我去開會 嗯 如果他年滿18歲 是你信賴的人 會以你的最佳利益去出發 填妥了這表格 在會議舉行時間最少兩天前 將份正本交回管理委員會秘書 即是我 當然 最好當然早點交 譬如在開會之前的六天 讓管理委員會主席有足夠的時間做核實 大致分三份 第一份是必須要填寫的委任代表文書 這疊有不同的 這疊就是第二份的委任代表的聲明 及業主的投票指示 有聲明、投票指示 最後就是第三份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說明 加起來才叫填完 這裡有齊全會資料 還有最重要最重要 要填寫你的聯絡電話號碼和電郵 當你對文書的有效性傳異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聯絡方法聯絡你 以作查核 對不起,你婆婆 我又顧著自己說 你是不是聽不懂 我可以再說一次 明白 婆婆聽得明白 明白 不過這些事… 要是這樣 我把剛才說過的重點寫在紙上 你給小孩看不就行了 不是了 我應該拍片教她學就行了 就這樣說吧 業主立案法團 我猜不到 不是我看不起我嗎?又學我 自知不眷嘛 是自知不眷嗎? 隨便吧,人老了 沒有你們這一代這麼聰明 連鬼婆婆也能修復 不是,只是多虧你提醒我 看見小少爺,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 是 是我太自以為是 看漏了跟不同年紀的人 相聚和溝通 是要從他們的角度出發的 尤其是對著…老人家 我做好秘書的事 為這個師傅也不要懷疑 我也不想你的小孩擔心 好棒 當業主想委任代表的時候 以下這幾點需要留意 首先你會有三份文件 第一份叫委任代表文書 第二份是我們建議業主填妥的 委任代表的聲明及業主的投票指示 最後一份就是叫做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說明 三份功用不同,記得要仔細分 一般的業主大會 業主授權代表出席 就要填好第一份委任代表文書 要記住,填寫的時候 業主必須要在代表姓名一欄上面 寫上委任代表的姓名 千萬不要將簽名 但是未填妥的表格給其他人 跟住,要加上第二份 委任代表的聲明及業主的投票指示的A部分 即是委任代表的聲明 顧名思義,這份是委任代表 就他誠實地獲得委任代表文書而作出的聲明 最後就是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說明 填好這三份表格 一併送交管理委員會秘書 那就完成程序了 除了上面這樣說 如果是有關大型採購 還有只有贊成和反對的選項要付諸表決 如果業主打算定名其投票指示 我們建議業主要將第二份 即是委任代表的聲明及業主的投票指示 全份的A至C部分填妥 以及委任代表文書及目的說明 一起交給管理委員會秘書 那就萬無一失了 另外,如果收到的委任代表文書 已經預先印有代表姓名 而業主要另行委任其他人做代表 要刪去委任代表文書印有的名 並且填上想委任代表的姓名 在修改的地方旁邊簽名 交完之後 建議業主在會議舉行的時間之前 看看有沒有接獲確認收到委任代表文書的收據 以確保管理委員會秘書 已經收到你的委任代表文書 如果有什麼疑問 應該向管理委員會秘書查詢